一段感情呢 能不能往下走 其實第一關係非常的重要 跟李偶還在暧昧什麼 然後李偶就說 欸 他沒有被告白過 我說天啊 這孩子也太可憐了吧 這樣沒有被告白過耶 我想說好 那這樣你沒有被告白過 我要為了你 來準備一個精心的告白 送給你這樣子 可是為什麼不是你跟我告白啊 我現在給你一個機會 你對著我再重新告白一次 幹嘛 你要跟我再一起情話 就這樣子 啊 怎麼勒 講一些情話 我不管 講一些情話 我都沒有好大喔 XXX 別人啦 講一些人那個的 你就只剩這個機會而已可以告白喔 那你要跟我再一起嗎 你要跟我再一起嗎 沒有 為什麼不行 你要跟我一起嗎 你還記得你當初怎麼跟我告白的嗎 我們不是中同大選前一天我們要回南部 蔡英文剛剛讓我結婚喔 我就回到台南之後我就想說 好吧 那就在中同大選的前一天 那天晚上跟你告白 因為 所有的道具啊 跟所有的能力都已經 湊足了 我所有朋友都可以出來 嗯 因為去買了一束花 然後我還買了很多蠟 蠟燭 然後我還去印了那個結婚證 證書 還買了禮套 裝結婚證書的那個禮套 喔那不是一起的喔 那不是一起 那個要買 夭壽 然後買完之後就拿 拿去給我所有朋友簽名 可是我發現一件事情 完蛋了 朋友都只有我這一方 沒有李歐那邊的朋友 我該怎麼辦 可是那時候我根本不太認識 李歐那邊的朋友 突然那天我回台南 然後我們在吃宵夜的時候 李歐的朋友打給他 就說 欸你在台南喔 我說對啊 我說欸那我去找你 我就要下班 那時候因為平常我是不太會去 看他的朋友是誰對不對 然後可能那天我發現 他朋友打給他我就說 欸欸是誰啊 是你台南的朋友 對啊 欸那你電話借我借一下吧 我想說跟他打個招呼啊 或是下次可以吃飯什麼的 嗯 然後就把他電話接過來說 喂我是那個 李歐的那個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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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不要講話 等一下呢我要把你有告白 你現在在哪裡 請問中後到哪裡在那個 我現在跟你講的地址 然後他見到我之後 他就說 欸我現在有什麼事情可以幫你嗎 我說 點蠟燭 我就跟你朋友出事見面之後 在那邊點蠟燭 重點是因為我們愛心 那些風超大 我們愛心擺超大一個喔 所以我們愛心的左半邊 只要點完我們兩個人走 右邊風就碎掉 左邊就熄掉了 我們最後發現風真的太大 我們又在把所有蠟燭收回來 再改到另外一個地方 然後繼續點蠟燭 然後同步 我就請我的朋友 騙理由說 我要回去幫我媽買 笑意耶 後來他朋友就說 欸理由那個阿凱說 他車子夠囉 在路上耶 然後我說 這不可能怎麼會這樣 他不是在幫忙忙買飯嗎 他說對阿凱 我們去機車好看一下 我那時候內心的 嗯這不覺得機車好嗎 那個時候我已經點好蠟燭 小幸運也放好了 然後花跟巧克力也都買好了 然後我的手寫卡片也都弄好了 準備結果他來的時候 我要唸給他聽 然後我就遠方 聽到他們終於來了 然後我就超緊張 我想說完蛋了 理由會不會已經先發現 其實理由非常的聰明 我罵他早就知道這件事情 除不知在遠方我就聽到你又說 阿這怎麼會壞掉啊 阿這是不是修車 你是不是要很貴啊 然後我就說 他怎麼會在這裡啊 然後走走走走 我就看到愛心的那個蠟燭 然後看到我大學的時候 就 怎麼會在這裡 我整個這個當下就在這裡罵完 然後之後就大哭耶 然後之後你是我結婚證書上面 我的這個 我方的代表人 就是我那個同學 我就看到他下面簽他的名 我就覺得好感動喔 然後後來阿卡就跪下來 然後最後就說 我已經在結婚證書上面簽名 如果你想要跟我在一起嘛 我不要跟你在一起 如果 如果你要跟我在一起 你就在結婚證書上面簽下你的名字 然後那個是一個非常困難的 你就是常常都看不到字 可是我覺得美中不滿足的地方就是 你想看影片對不對 沒辦法 因為他朋友錄影片那個人 那手機壞掉了 當然你死掉了 沒有我覺得美中不滿足的是 我希望有一天這個結婚證書 是可以實質的生效 你別抽氣了 我想要生效 好 你有發現 我們的三位後製的人 以一種看的 XX 那就要進去看 好吧 我覺得告白不一定要很鋪張 一定要什麼花啊 巧克力啊什麼 我覺得不一定要有 只要你可能跟對方說 那我們要在一起嗎 因為他曾經跟我分享過 就是他學姊的付出 這真的很誇張你知道嗎 那個男生真的是 我那學姊呢 各方面都非常優秀 他就跟那男生出席各種的活動啊 然後人家說 欸女朋友啊 他說沒有啦 對啦對啦 那男生就說對阿 然後就欠我那個學姊的手 然後那個學姊 他也對學姊很好喔 學姊也真心愛他 然後後來呢 那個男生跟另一個女生交往 他就問那個男生說 我是跟你在一起的嗎 為什麼你會去跟那個女生交往 那個男生說 我沒有跟你告白 我覺得告白這件最好的事情 就是在於說 你其實是在讓你學會 如何把你的愛情給表達出來 對 如何去表達你的愛這件事 我覺得亞洲人有一個通病 不敢把愛說出口 就是你也不敢打電話給媽媽說 媽我愛你 可能只有在母親節的時候會 但是我覺得我們要學會表達愛 就是你這樣十幾年 嗯我愛你 媽媽也說媽我愛你 表達愛啊好不好 不然你愛在心裡口感 誰知道你在愛啊 而且如果有一天 你再也沒有機會 跟對方表達愛的時候 不要講這種話 這難怪 如果你們愛上不該愛的人 你可以表達你的情意 你可以表白 但是 你要注意你有沒有預設後路 假設說我們兩個是同班 我們現在高一或大一 我們同班 然後他是藝男 我跟他告白 欸 那之後會有四年多尷尬的四年 你知道嗎 這可能會造成什麼後果 造成我不想要學校上課 造成他不想要學校上課 造成我們兩個在學校被一輪分 但是如果 這個時候 我們兩個就高唱 為什麼我們兩個都大事了 好嗎 就一翻兩個眼啊 大不了 我跟報白玩 好 明天畢業大家分手 但是如果 那如果很幸運 耶 我成功跟你在一起了 那就變遠距離 或是出社會交往 這也很可以啊 因為交往或是告白 真的不是只有你一個人的事情 你知道嗎 好,所以你才知道跟大家說告白這件事情其實非常重要 那它重要的地方在於說 第一,它讓你怎麼樣去表達自己的愛 以及你有沒有已經先準備好要如何去預設你接下來的一個結果 那如果這些東西你都想過了 都排練過影片你就沒有問題 你可以把自己的心情表達出來 你就去告白吧 嗯,那祝福大家呢 告白呢,都可以有情人終成眷屬 但如果沒有成眷屬,沒有關係 就有點家屬 那請把這支影片分享出去 或者是你可以留言告訴我們你的告白的有什麼樣的故事啊什麼的 或者你的私訊我們你有什麼問題啊,問我們的 那請把影片分享出去 讓更多人也可以看到我們這一支影片 歡迎收看這支影片,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